朋友们好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继续向下 这个介绍我们这个使用的这个小项目 然后我们今天呢 介绍他的这个下一个内容 我们同样是从PPT开始讲起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第一个使用程序 P量搜索一个Site中的这个关键字并归类 今天我们主要讲的这个 这个便利文件这个部分 上一节课我们已经把这个GUI界面设计完了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来讲一下 怎么在这个我们的程序中 搜索到我们这个应付指定文件夹 下面这个Excel这个表格 也就是说Excel这个文件 我们看一下本期课的这个学习目标 是复习一下Python的这个核心模块 OS模块 然后呢 掌握这个OS模块 判断路径是否为文件的方法 掌握OS模块便利文件夹内文件的方法 顺便呢 我们也说一下这个使用这个Global模块匹配特定文件的这个方法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上一节课介绍完这个界面绘制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的一个操作就是这个便利文件 因为我们上一节课已经讲了怎么样从这个GUI界面里面获取用户指定的一个文件夹 那么得到了这个文件夹路径之后呢 我们要检测这个用户指定的这个文件夹路径是否合法 然后列出这个该文件夹下所有的这个文件 在这个所有文件中呢 我们选出这个Excel文件 然后呢 这个过程中肯定会 可能会有一些自不算编解码的问题 解码的问题主要是 我们顺便也把这个解码问题解决掉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Global模块 它是这个UNIX样式的这个通费服务匹配功能 就特别像我们那个Windows前面那个文件搜索 那查找文件呢 就用三个匹配服务啊 新号问号和这个中括号 那么正在这大事大家可能都接触过啊 这个一看就明白这个新号匹配零个或多个字符 问号呢 匹配单个字符 这个中括号呢 就是匹配一个范围了 可能是这个零到九 也可能是这个A到Z 是吧 这是一定范围的字符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怎么样 怎么样用这个Global模块 我们这只课呢 还是因为界面设计已经设计完了 所以我们进入这个Eclipse 使用这个ID已经开发 刚好我们也从头到尾演示一下这个 怎么样创建工程 然后怎么样在这个工程里进行这个编程操作 然后怎么样在这个工程里进行这个编程操作 好的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我们建的这个Math Pure Equity Test里面 再新建一个这个文件夹 嗯 我们还是从头再建一个吧 可能有些学员来说这个比较这个操作可能还不会做 那么新建可以选择这个Project 或者是选择Other 那么在这个Other里面呢 我们找一下这个PyDev 在PyDev里面 因为我们装了这个插件 所以它会有这个PyDevProject 这是我们新建的这个Python的Project 然后工程名字 嗯 我们还是用这个MyExcel吧 然后路径就默认的 大家那个放在哪就用哪个 然后Next 这一步不用管 没有相关联的 好了我们生成这个空的工程目录之后呢 我们上一阶段已经做了这个界面的文件 我们直接把它拷过来就可以 然后一刷新 它就自动更新到里面去了 啊 使用Eclipse 主要是因为它这个自动补权会好一些 免得我们好多东西都要自己去敲 这个很累的 这三个文件 Inate可以不要 好 复制回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文件夹下 然后找到刚建的这个MyExcel 每次进这个里面我都比较运 因为我觉得工程比较多 好 考外过来之后 刷新一下 OK 呃 基本上可以说就搞定了 就运行一下就可以 选择Python Run 然后应该就能显示我们的这个界面 对 那么在这里边呢 啊 啊图标也都显示正常 那这就没有什么大问题 好的 那么我们 这个里 就成功的把这个ericflow这个工程移植了过来 那我们看我们想使用这个 globe模块 我们先找一下这个 哎 我们这个草案树里面有一个是这个PushButton 这里边是这个这个PushButton是选择这个文件夹 那么PushButton2 把这行注射掉 这个应该就是搜索 我们先把这个文件夹下的这个文件路径打出来 好 先给他一个 嗯 实现一个槽 让他别报错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上一节课的这个得到这个文件操作的这个变量 存给了mydir 这是一个几步变量 嗯 这个不太好 因为他只能在这个槽树里面用 这个生命周期太短 这个函数执行完之后 这个变量就不见了 所以我们把它扔到我们这个类里面 让它变成一个 啊 我们这个类的所有变量 初始化一下 然后这边呢 哎呀 就self点mydir 这样就变成一个全局的变量了 然后我们在这边可以把这个打出来实际上 好 我们来看一眼这样可不可以 啊 选定个文件夹 那就随便选一个把扔到这个 就这个吧 好 下边已经打印出来 来我们看一下 ok search 然后把这个路径打出来 就没有我们这个逻辑没有错 没有问题 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globe 呃我们使用这个模块之前呢 那肯定要把它先导入进来 那肯定要把它先导入进来 啊 from 这个文件夹下的这个路径 我们文件 文件 都找到了 那么globe 他传递的参数是这个 通沛服务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通沛服务 那么我们想找的是这个 这个文件名的全称 当然取得路径肯定是这个 嗯 sorry 搞到外面来了 肯定是跟这个买DIR相关的 然后后面是一个 呃 类似于信号这么个东西 是任意文件 我们不关心 然后他的这个 呃 xls 他的后缀名是xlx 那么是这样的一个文件名 也就是说前面是什么 这个我们指的那个路径 比如说是这个 declipsproject python myexcel 然后后面是 xxx.xls 是这样的一个名字 那么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找出来 好 我们使用这个 状态方法把这个 文件名字 给他合并到一块去 啊 这个得标成字无上 不然 他就不认识 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然后呢 我们可以他返回 globe方法返回的是一个匹配的 这个列表 我们可以把它打出来看一眼 这个下面有什么文件 那么为了这个 把这个东西弄得更像一点 我们要在这个 下面新建一些文件 啊 就随便扔吧 见两个吧 这下边然后我们打印一下 看看能不能正常的打印出来 如果不懂的话会有什么问题 好 这个 这个globe包呢 使用起来还是比较容易 并且它功能还是比较强大的 然后测试一下 OK Troin is not defined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